又欢迎来到恩走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双华子一代的实战测评 在测评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或者关注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更新 老观众也可以先长按点赞支持一波 顺便问一下屏幕前的各位 你们觉得这双鞋颜值如何 零到时分可以先在屏幕里面走一波 在实战部分还是先来看它的脚型适配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点 就是我认为它的尺码其实是特别容易选错的 我平时Nike一般是穿44.5 绝大部分的阿迪蓝球鞋是穿44 所以这双鞋我也选了44码 不过在上脚试穿的时候 我一度怀疑我是不是尺码选小了 因为刚穿进去感觉脚趾尖前面特别的紧 把脚趾头都给夹住了 大拇指那还有一点母外翻的感觉 所以我当时差点就换四四半了 不过因为我当时急着想穿它打球 所以就凑合着先上了 而在实战之后我发现多亏没有选大半码 这个44对我来说还是最合适的 因为它脚尖两边看起来夹得比较死 但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磨合空间的 把它穿开里面撑开之后 就感觉脚趾最前面的空间没问题了 而且它的内长也是相当冲突的 包括鞋垫在大脚趾下面踩扁了之后 也会给上下方向上多出一点点的空间 而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它的鞋面结构和材质 它两边的大护翼用的是软质的TPU 并且在造型细节上使用了参数化设计 同时它除了鞋头部分 里面整个基本就是没有内衬也没有内靴的 所以这双鞋对于脚型的匹配 必须要建立在最合适的尺码上 否则很可能会出现该紧的地方松 该松的地方紧的体感 所以这些就可能会造成 即使你去实体店线下试穿 也有可能选不对尺码的情况 而且说实话我也不是太敢做尺码推荐 因为我自己平时耐克44半 阿迪基本都穿44 但是我也发现很多人 阿迪耐克是穿同一个欧码 甚至有的人跟我还是反过来了 阿迪甚至还要再选大半码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按你自己 平时正常的阿迪尺码选 中腾脚型的也可以按耐克对应的欧码选 脚比较瘦的可以对应着选小半码 不过这个建议也是仅供参考 另外对于宽脚的朋友来说 这双鞋应该很难做到非常精确的匹配 然后在静态的包裹性和舒适度上 这双鞋也并没有说做的特别突出 毕竟它在两侧里面都没有内靴 整体只能说贴合度很好 另外它的鞋舌造型做的很好 它自带了一个弧度 直接就可以贴合脚踝前面的形状 然后在足弓部分的处理上才很有意思 它在内侧的这些内收还有鞋面材料 只能说给到一个贴合和微微的承托 完全算不上能达到支撑的程度 它同样也是采用了近期耐克经常做的一个设计 就是把外侧足弓进行大胆的下方 放得非常非常低 这样内外侧形成高度差 就匹配了人内外侧足弓自然的内高外低的状态 所以虽然下面没有什么支撑感 实际穿上去却还是非常的平衡自然 但是这种设计并不适合所有人 比如说有重度扁平足 同时伴随着严重足外翻的 这双鞋真的就不建议了 还是得老老实实选那次足弓 有一定支撑强度的鞋 然后在动态上 我们还是先来看它的跑动表现 在这个部分这双鞋真的是很厉害 首先是前后过度非常的顺畅 而且体感的前后落差非常的平顺 没有什么前低后高 或者前高后低的感觉 当然要注意这里说的是体感 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前低后高的数据 然后在过度方面 首先非常重要的是后跟的触感 可以看到它采用了一个梯形的结构 下面比较平 然后两边做了明显的内收 这种结构我之前讲到过很多次 它虽然不是球形结构 但是可以达到特别类似球形结构的效果 同时这样也可以在不做大面积橡胶上翻的基础上 增加外底平面的有效触底面积 但是这种结构对于球鞋中底外层包边的调教要求还是很高的 而在这双鞋上阿迪做的确实非常好 外侧用软质TPU包边来包裹 同时在材质的调教上 内外层做到了无缝衔接 整个后跟部分任何一个点踩下去 你是不会感觉到不同材料之间的分界感的 然后中间部分由于有橡胶上翻封死 所以基本形变就可以保持在受力的那一侧 这样在跑动中 比如说后跟外侧先去触地 它就不会造成向内侧的滚动 也就避免了球结后跟相对于下肢立线的偏移以及泄力的问题 然后来到中段刚才说了外侧足弓在动态中可以把重心降的非常低 同时与之相匹配的在前掌部分做了这一道凹槽 也是用来引导形变的并不是限制形变 所以这双鞋其实是非常强调跑动中的灵活性的 我也试了一下 这双鞋在交叉布当中可以允许我以特别倾斜的角度去触地 这个感受其实已经跟Seprino 1还有GT Hustle 2特别相似了 所以这也就允许我在打球的时候可以放心的增大动作幅度 并且在过度当中能感觉到整个外侧的重心都可以压得非常低 并且过度非常的平顺 没有任何的起伏感 这点的调教真的相当厉害 也可以说是追上了现在耐克的水平 然后在前掌部分 从外底可以看到它的鞋尖收得非常尖 而且这一片的宽度其实已经窄于鞋旋宽度了 这同样也是一个特别强调灵活性的设定 不过在最前面 这双鞋的翘度其实是很低的 比较平 并没有什么滚动感 所有向前的动作主要是靠弯折行变而不是滚动 不过它的前掌弯折度非常高 同时重心很低 在整个外底还做出了这种波浪状的造型 从前还加了非常多的切槽 包括贯穿式的TPU也是沿着外底的弧度做成了波浪状 所以看一下它的前掌弯折 往不同方向上都非常的灵活 同时它采用的中底Jet Boost 颗粒要比以前的Boost明显更小 回弹反应也更快 再加上前掌的TPU提供一定的回弹推进 前掌的启动反应是非常好的 不过相信大家在实战之前 看到这个比较特殊的鞋面结构和材质 应该也会有跟我一样的疑虑 就是这玩意前掌弯折的感受会不会很别扭 但是实战之后它确实打消了我这方面的疑虑 它弯折起来没有任何的异物感不说 反而是相当的舒服 而且我研究了一下 这块的设计确实很有东西 做得非常细 这次我也试着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怎么回事 首先就是它这种相对硬质 且面积非常大 整体性非常强的材质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它很难保证弯折点的稳定 也比较难避免奇奇怪怪的形变 那这双鞋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就是除了贯穿的TPO 它在中底部下面还有一块额外的抗扭片 而且相比一般的足弓抗扭片 它的位置要更靠前 前端直接卡在弯折点的后面 所以在中底外底层面 先给它做一个保证 然后至于鞋面部分的难点 这双鞋可就厉害了 它在脚穿进鞋里的情况下 前掌在弯折时 弯折点两侧的鞋面 并不会往外去鼓起来 而是会往里扣 所以我本来非常担心的 前掌两侧锁定不足的问题 实际体验却是完全相反的 同时我也觉得 这是我除了前掌大脚褶磨合开了之外 另一个让这双鞋 没有给我造成母外翻感觉的重要原因 你越弯折 鞋面越受力 对于直指关节的控制反而更稳 这块确实有点难描述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而要想达到这种神奇的效果 单纯的把一整块又厚又硬的材料 做成这种造型肯定是不行的 弯折的时候鞋面会乱形变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最大的工程 就是参数化设计的结构 整个这一片看起来非常的密恐 主体是很多六边形构成的 大家应该能理解 六边形结构配合这种比较有韧性的材质 就可以在部分方向上形成稳定结构 同时在另一些方向能够允许形变 比如之前瑞布的风潮也是这个原理 而在这双鞋上 它每一块的形状 还有鞋面整体的厚度都是不同的 中间这一片最厚 六边形的形状更规整 排列也比较平齐 所以在我经常强调的中段 它在上下还有前后方向上 抗性变能力都很强 而在往前 随着鞋面的走势也会斜过来 并且形状变得更扁 这样在上下方向上就能够被压缩 提供弯折度 然后就是这双鞋上两道最重要的线 一条在这 一条在这 它们看起来是比较平齐的 但是仔细看 它们是有一点点往中间去收的 同时两边这些倾斜的六边形 在弯折时也会趋向于往里面去倒 所以在这些细节的引导和作用下 球鞋在弯折时就能形成这种两边往里扣 从而加强两侧锁定感的效果 这种效果真的是其他任何整体化的鞋面 很难达到的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之前阿迪的科比大面包 还有包括耐克的Foam Pudget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对于篮球鞋的鞋面设计 是有开创性意义的 它很好的结合了新材料 新的外观设计风格 还有残属化设计 也给以后的篮球鞋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然后再来到后跟部分 这次也没有祖传不跟脚的老毛病 后跟的这块外置TPU强度非常好 而且形状也做了明显的内扣 可以把脚跟很好的锁在里面 另外在跟腱两侧还有很细节的小设计 就是它没有做成小枕头的形状 而是做了两个竖条 而且这两个竖条海绵填充的位置和形状是不对称的 这就可以更好的贴合人脚踝和跟腱的形状 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 要注意就是它的鞋带是这种圆形的 而且很滑 所以在最上面系紧之后一定要配合双扣 不然稍微打一会就非常容易松 最后再补充一下 内侧没有什么足弓支撑在跑动中的感受 根据我实际体验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内外侧的感受非常自然 就是我光脚什么样 穿到这双鞋里还是什么样 打完一整场全场之后 我的足弓足底筋膜也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然后在横移表现上 先来看一下球鞋的外底 它采用了全掌的大人字纹 纹路的方向也非常合理 覆盖了各种常用的登地发力角度 在实战当中真的非常好用 而且它的抓地感受是比较柔和的 因为比较软比较长的纹路会产生一定的摇摆 它不会给你当一下钉死在地上 造成那种戳腿戳脚踝的感觉 这种感觉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而且我现在也不再迷恋那种钉在地板上的感觉了 不过半透明香蕉外底的材质还是比较容易吸灰的 但是它也不至于全部吸满灰造成特别严重的打滑 毕竟它外底不是平的 中间还有很多这种钩槽 在弯折的情况下 还是会有一些额外的橡胶部分可以抓地 外底战灰之后 也只是偶尔用手轻轻擦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在侧向登地的触感上 这双鞋处理同样非常细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前叉的TPU 它在内侧空出来的余量又比外侧稍微多一些 所以就能让内侧的边缘触感更柔和 同时之所以这双鞋要选择更软一些的橡胶 我认为也是为了匹配软质TPU外壳 还有中底Jetbooster的硬度 同时注意看这个角度 它整体做了弧形内收 包括这个TPU包边也是倾斜的 同时它也比较容易形变 所以触地就很舒服 同时它也在橡胶上翻没有做得很高的情况下 能够提供特别大的侧向登地角度 另外刚才也提了它的前掌特别尖 所以侧向登地在离地的时候也特别的顺 然后就是侧向的支撑锁定 我觉得参数化的设计 配合这种软质TPU鞋面 在这一块同样也展示出了非常强大的优势 关于支撑锁定 我一直都是在强调整体锁定 重点其实要放在中后段还有两侧 而这种材料结构的优势之一 就可以把鞋面做得非常厚 尤其在中段的部分虽然都做了挖空 但是从厚度上来看它是非常夸张的 并且两侧的护翼做得都非常高 再配合六边形结构前后方向上的抗形变能力 所以在登地当中 两侧的鞋面基本就不会出现什么串动 非常的稳 并且能感觉到在横移中 对于携带锁定系统的压力非常小 然后在前掌这一块做得非常斜 可以有效的限制前掌外侧往上翻的趋势 同时在侧向支撑锁定的极限也很高 并且它提供的是一种弹性支撑 不是那种当一下撞到墙上的感觉 不过在动态锁定上它还是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就是在前掌前两堆鞋带拱这 如果你脚太瘦或者尘埃悬大了 这里就会锁不紧 另一个就是鞋垫 虽然不是最差的那种纸牌鞋垫 但是厚度还是非常有限 所以偶尔侧向登地力量比较大 角度比较倾斜的时候 还是可以感觉到一点点轻微的滑动 除此之外就没什么问题了 它的抗扭转也是非常好的 毕竟上下有双层TPU 这块结构想象一下 你脚穿进去接紧鞋带 它处于一个立体的稳定状态 整体真的是很难产生扭转 同时它的鞋面和中底 也能给到一种特别有韧性的感觉 穿起来是完全不板脚的 变相之后衔接突破的动作非常灵活 然后在弹跳表现上 它也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在极限弹跳方面 后跟的结构特别适合制动 而且因为它有一个向外延伸的结构 所以就可以像球形后跟一样 提供特别倾斜角度的制动 基本就不会出现踩空打滑的那种问题 而且它还能给到那种比较薄的球形后跟 所给不到的倾斜角度下的缓冲 然后到中段 过度感 力穿倒 没有任何问题 而最值得讲的还是它的前掌 这个感受真的实在是太舒服了 起跳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有韧性 同时它也不会像那些 特别强调滚动感的鞋一样 有往前的趋势 这种比较平的外底 对于吸管你的负担就比较小 不过缺少滚动感 你就必须得把弯折度给做上去 这点刚才也讲了 非常不错 没有问题 另外别忘了它还有阿迪现在最好的Jet Boost 回弹反应性相当好 很韧 前掌还很贴地 体感重心也很低 所以起跳发力那下能踩得特别扎实 力量特别容易集中向上 但是比极限弹跳更舒服的 就是它前掌起跳投篮的感受 这个同样也是特别适合华子本人的打法 这双鞋无论你是原地投 急停跳投 还是衔接各种横移 运球之后的投篮 都特别的舒服 特别稳 感觉穿这双鞋 我自己投篮的稳定性都提高了 然后就是落地缓冲 在缓震极限上我觉得它也非常不错 Jet Boost本身就要更韧一些 然后周围的这些包边调教做得也很好 另外它的中底部材质也是比较硬的 所以无论是起跳前后跟的全力制动 还有扣完篮落地的时候 我都从来没有感觉到踩穿的感觉 然后在落地时防侧翻的保护性上 这双鞋的思路跟以前的阿迪也很不一样 它也是采用了类似Nike那种主动防侧翻 依靠它非常低的重心 非常好的场地感 还有相当不错的斜角一体性 来通过本体感觉去控制 实战中也让我非常的有安全感 尤其是外侧的这道切槽 还有外足弓下面可以把重心放得非常低 做所有的动作都感觉很贴地 但你要单说防侧翻的硬件 它确实没啥 在大家一般放防侧翻脚的位置 它还做了这么深的切槽 静态下模拟内翻 整个前中后都没有什么阻力 这个感觉比较像CHT Hustle 所以只要你的技术动作 身体状态都没啥大问题 这双鞋就放心穿就完事了 但如果脚踝特别弱 对硬质防侧翻有强烈依赖的话 这双鞋可能就不太行 我们来称个体重 44码 右脚单只 511克 左脚517克 这个重量本来应该是这双鞋最大的问题 无论是数字还是拿在手里面 真的都很夸张 而在实战之后我却发现 它的重量其实完全不是问题 上脚之后真的完全不会感觉重 反而是非常的灵活 穿起来甚至还挺省力的 当然这也是因为它的配重做得很好 而且它有很多的重量集中在球鞋的上半部分 再加上刚才说过的那些结构细节 让这双鞋对于脚部所有动作的匹配做得都非常好 所以很多时候穿某一双鞋费力 并不是因为球鞋本身的重量 更多的对于体力和肌肉力量的消耗 其实是用来对抗球鞋在做动作时候和脚的不匹配上 然后在透气性上 这双鞋其实还可以 侧面这些打孔里面直接就是很薄的腕儿内衬 在两边都是有透气效果的 不过最关键的脚趾上面封的还是比较死的 然后在耐久度方面 首先外底肯定是不适合打粗糙外敞的 并且由于它材质比较软 纹路比较长 打室内木地板也会容易出现断纹路的现象 比如我的后跟外侧 因为我经常做全力的后跟制动 边缘部分已经掉了一条了 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前掌变向发力点其实还好 然后就是鞋面整体的强度 在TPU的部分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但我比较担心的其实是这些织布的部分 时间久了还是会稍微变松一点 到时候可能鞋带就需要系的越来越紧 另外一个就是TPU鞋面 在外观上的保存是个很大的问题 首先它是很容易氧化变色的 还有可能表面发黏变得特别恶心 同时还特别容易出现刮痕 而且在前掌内侧 在变向时候的磨损还是很明显的 这一块有一些已经被削掉了 至于性价比 我觉得它目前价格还是太高了 因为是品牌旗下球星的第一代签名鞋 市场上多少有点炒作 品牌也是空中量 这也都是常规操作了 所以我建议还是耐心等配色 大几百我可以接受 一千加就还是算了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这双滑子一代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近几个月来 穿过的最有意义的一双篮球鞋 三双滑设计配合新的鞋面用料思路 确实是给到了不一样的体验 对未来篮球鞋的发展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而且它真实的实战体验 确实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 我本以为它会是一双滑而不实的鞋 但事实上它真的非常能打 而且非常的全能 动态中跑跳横移没有短板 而且它中底整体的实战感受 确实是非常讨喜的 很贴地很灵活 过度特别顺 这个细节调教水平 几乎已经达到了耐克现在的水准 希望之后还能继续看到这种 让人眼前一亮的鞋 也希望阿迪不要像之前一样 一个好东西做几年拉倒了不做了 至于适合的人群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全能 任何位置打法理论上讲都可以 但前提是脚型要适配 而且我觉得影响这双鞋口碑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尺码 真的很难选准 所以这一块大家一定要额外注意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 华子一代实战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对你所帮助 就别忘了点赞关注支持一波 有任何的看法或者实战感受 也欢迎留言讨论 最后还是感谢你们的观看与支持 这次登踪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